你好,我是折折王子 我们来折一款智人头像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另外两个角对折 展开 翻到背面 两个边对折 展开 另外两个边对折 捏住两端把它挤压到一起 旋转一下开口朝下 下面两侧的边 折向中间的直竖线 展开 稍微撑开 按照折函把这个角压进里面 这侧也一样 收好 放到背面 这一面也一样 然后把里面 翻到右上方 捏起来 这边对齐这个点 要好 这侧也一样 把里面这个角向上撑开 翻到左上方 对齐这个角 然后这个往里折 对齐这个点 展开 撑开 翻着到上面 这侧也一样 这一侧也一样 把它往下折 距离这个横线 留出一小段 往下折 再把它折下来 上面的角往后折 把这个角往下折 把这个角往上折 大概对齐这个点 与这个点 这两个点之间 把它往下折 距离这个边 留出一小段 然后再把它往上折 把这个角折向这个点 再次把它往上折 压住这个一小段 大概对齐这个交叉点 把这个角往上折 然后把它撑开 两个尖角稍微往后折一点 形成耳朵的样子 这侧也一样 从中间把它对折 然后看这个 把它往外拉开一点 形成一个角度 形成这样 下面也往外拉开一点 形成一个角度 对腾纸也往外拉 形成一个角度 稍微分开 调整一下 把这里向上弯曲 形成眼睛的样子 这侧也一样 调整一下 这个部分往后折 中间两层纸 往后折 一小段 这侧也一样 上面的尖角 可以往后折一点 最后整形调节 把它调整得更美观 这样就完成了 关注折折王子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多的 关注折王子学更多